请问如何 如理如乏的教育好孩子 先把自己教育好 你的孩子一定好 为什么呢 孩子心目当中 父母是最尊贵的 父母是他的偶像 所以中国这几千年来 圣贤所教诲的 都叫做母亲的人 去学太疆 太司 太人 这三位妇女 把小孩都叫成圣人 圣贤是教出来的 太家的儿子 王岐 他生的三个儿子都是神人 太伯 钟荣 王岐 三个儿子都是神人 孔父子非常赞叹 敬佩的 太人 孙文王大圣人 文王的夫人 太司 孙武王 周公 都是圣人 所以中国 中国人 自古以来 称妻子 称太太 为什么称太太呢 希望自己的妻子 去学 太疆 太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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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死 摆在面前的 真正能把小孩叫好 就是自己 把弟子归 不分之分的落实 你的孩子自然好 自己不能落实 要求你的儿子去落实 不可能 他不会相信 这么好东西 你为什么不做 你要我做 你自己走不到 他不相信 所以一定是 先要求自己做到 再自自然然地会影响小孩